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部他当初拍到一半差点因为没钱而放弃的片子 最后却成为了一部国产电影史上横空出世的杰作 好 话不多说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这天上午小伙子宗耀从县城骑电动车回家 从他跟母亲的对话来看 最近他和父亲的关系不太好 大致原因是他刚毕业想出去闯荡 可父亲非给他介绍进了县城的机关单位 小伙子不愿意 但也不敢违抗 现在爷俩各自生着一肚子闷气 宗耀的父亲魏国是村里的村长 干了这么多年一直兢兢业业 用宗耀的话说 别人当村长都是买车盖楼 就他爸弄了一堆破奖章 还当做宝庇死的 母亲告诉宗耀 说前两天村里烧荒死了人 今天治好半久 让他和父亲一起去吃流水席 接着心头来到了村头广场 这里有个叫丽琴的女人是个核心人物 她在片中一共跟三个男的有关系 首先是她的瘸子老公陈自立 陈自立在城里打工 一回家总是对丽琴家暴 两人夫妻关系一向不好 因为她一个女人独居在村里 村头开小卖铺的大壮就一直对她有意思 但不过丽琴对她倒是没什么兴趣 另外 村里还有个叫王宝山的 她跟丽琴年轻时是恋人关系 但后来阴差阳错 两人各自成了家 现在关系比较暧昧 吃完流水席 晚上村长还在继续跟几个老哥们一起喝酒 总要跟母亲两人在家 总要可能是想捉弄一下台店 趁人没注意 故意拿走了一枚父亲珍藏的奖章 吃完晚饭 总要跟母亲说自己要回县城上班了 然后出门离开 但其实她现在出门并不是为了回县城 而是偷偷去找自己在村里的女朋友黄欢 总要今天回村也主要就是为了见她 这边黄欢也已经从家里出了门 而且正好经过了大状态的小卖铺 大家记住这个镜头 这其实是导演埋下的一个重要线索 后面会提到 接着两人都来到村子旁边的小树林 为了哄黄欢开心 总要还给她买了个新手机 可黄欢对这个新手机兴趣不大 而是告诉了让总要一个很为难的消息 她怀孕了 现在要总要必须负责把她取回家 这一下把总要弄得有点猛 因为父亲一直不同意她在村里找媳妇 这钥匙知道怀孕了更不得了 可就在两人争论时 小树林的后面突然冒出来了一个人 肖东药是吧 白虎 都是疏人 我就不废话了 这样这样啊 你呢 给我一万块钱 就当的是封口费 要是不给 村长家的公子 睡了人家黄花大闺女 还把人家肚子给搞大 我看你把这个村长她咋当 你这是敲诈 不给是吧 继续 白虎 干嘛 别动手啊 松药 把手松开听见没有 松开 松药 你没事吧 镜头中 从白虎第一次露面 到两人骑车 慌忙的逃离现场 中间只有短短几十秒的时间 导演并没有把他们争斗的过程 完整展现出来 而是在后面分一小段 一小段的展示 其实白虎被推倒后 脑袋就磕到了地上的石头 荡场死了 不过为什么一个年轻小伙子 都没怎么挣扎 就这么容易死了 这里其实也不只是 松药推了一下这么简单 这一点 电影后面也会讲到 发现闹出了人命 两人也慌了 找了些枯草 盖住了白虎的尸体 然后躲到了县城的一个小宾馆 在宾馆的这几天 松药四处打电话借钱 准备两人一起逃到广州 这里他之所以一起想要逃 有一个原因是他认为 黄欢已经怀孕了 不管怎么样 也得把孩子先生下来 但黄欢的意思 却并不想逃 他不想逃 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这里我们先按下补表 两人就这么僵持不下 可接下来的一件事 让松药确实有些犹豫了 他把他爸爸的那枚红色勋章 给弄丢了 而且很有可能 就是丢在了案发现场 这对松药来说 是致命一击 起初他还说服自己 别当回事 可反复纠结了几天之后 终于绷不住了 最终 他决定自己一个人回去自首 让黄欢帮他把孩子生下来 车子骑到村口 松药本来是准备回家 接父母最后一面 就去公安局自首 可下面的场景 却着实把他下得不行 眼前白虎的哥哥 正断着一项 在给弟弟送丧 松药假装问怎么回事 下面村民的回答是这样的 说是喝醉了 躺在草豆上抽烟 把自己给烧死了 这么年轻 多可惜 松药这下彻底蒙圈 白虎明明是前几天 被他雾伤摔死的 怎么现在成了 自己不小心烧死的呢 此刻松药在庆幸之余 更多的还是茫然 电影也在这里进入了黑屏 以上的部分 都是松药和黄欢视角中的故事 离整起事件的原貌 还差得很远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 这个故事的第二层 时间再次回到 小树林约会那一晚 前面说了 那天黄欢去小树林时 经过了大壮的小卖铺 而当时王宝山 其实正在小卖铺里买烟 白天他跟丽行说 老婆回娘家了 明天才回来 其实就是暗示了 他晚上会过去透心 来到丽行家 两人在床上翻影覆雨 结束后 丽行抱怨丈夫陈自立 老是毒打他 一提离婚 反而还打得更凶 一来二去 两人就聊到了 他有机会杀了陈自立 到时候就把尸体 抬到野地里烧了 伪造成是 陈自立自己喝多了酒 躺在野地里睡着了 然后烟头起火 把自己烧死了 王宝山讲起来头头是道 但丽行估计 他这个损货 也就是嘴上说说 根本没那个胆 两完正事 王宝山从丽行家里出来 第二天一早 丽行家突然有人敲门 让他赶紧去趟村委会 说是王宝山 昨天晚上把皇家闺女黄欢 给烧死了 赶到村委会 事情其实是这样的 在小树林里发现了一具烧焦的尸体 而黄欢正好也从昨晚开始 突然失踪了 因为大壮昨天晚上看到黄欢 往小树林方向去了 而王宝山不久后 也跟着黄欢 往同一个方向走了 大壮一猜 可能就是王宝山 占完便宜 然后烧死了黄欢 王宝山没辙了 只好说自己昨晚 往那个方向走 其实是去了丽行家 所以现在让丽行过来 帮自己做证 丽行一想 他如果做了这个证 等于就是坐实了 自己跟王宝山偷情 于是一口否认 说完丽行从村委会回来 可刚一到家 村里赵会计又来敲门了 他这一回又带来了一个消息 大家之所以说是陈自立 是因为在烧焦的尸体旁边 发现了他的半截身份证 丽行本来昨晚就正愁着 怎么弄死陈自立 这下听说 他自己把自己给烧死了 简直得来全不费功夫 当着大家伙的面 简单哭了两声 就准备把棺材拉回家埋了 陈自立死了 心里头高兴的除了丽行 还有就是一直暗恋他的大壮 之前苦于没有上位的机会 趁着这个节骨眼 他赶紧主动帮丽行 操办起了丧事 王宝山这边虽说是洗脱了罪名 但他也已经把昨晚去立情家 偷情这事说出来了 别人信不信无所谓 但他媳妇在娘家这边 已经炸了毛 非要找王宝山问个水落石处 看着女儿一定要弄个鱼死网破 这是他妈说了在全片中 很关键的一段话 你为啥非要问出来 放在他心里 像石头一样压他一辈子 就会对你好 问出来了 那这石头就搬到你心里 那你现在得为孩子着想 老太太这段话 看起来是在讲夫妻关系 但看完电影就会发现 其实片中 每个人心里都有这么块石头 人人都有心事 如果大家把自己那点心事藏好 就可以保持表面上的相安无事 而一旦全部揭开了 人性就会失控 回到立情家 大壮这边已经把棺材都架好了 第二天 他一个人开车去县城 买了些出病用的东西 还特意去给立情买了个金首饰 事情都办好了 然后美滋滋地开着回村 可车开到半路上 接下来的一幕 就把他吓得汗毛直树 有个瘸子正在路上招手拦车 而他正是立情的丈夫陈自立 大壮被吓得一脸懵圈 他本来觉得自己跟立情的好事将近了 毕竟今天进程连金首饰都买好了 可万万没想到 村里还摆着陈自立的棺材 现在他一个大活人居然上了自己的车 车子继续往前开 到了村里经常出事的闲人坡 就是在这里为了得到立情 一个邪恶的念头 在大壮脑子里诞生了 既然村里人都认为陈自立已经死了 不如趁现在 将错就错 一时都直接把陈自立砸死 然后再扔下闲人坡 至于那个棺材里的尸体到底是谁 并不重要 大壮手里的石头举了半天 可杀人这事终究不是谁都能干 最后一刻他还是走了 车一停 很快陈自立也醒了 他急忙下车说要去方便一下 闲人坡上全是碎石 旁边就是个悬崖 陈自立正上着厕所 突然口袋里的手机响了 他刚一起身准备摸手机 大壮在车里突然听到一声惨叫 等他过去一看 事情简直不要太巧 陈自立已经刺喜失足 摔下了悬崖 陈自立 陈自立之所以会掉下去 一方面是因为他这个瘸子重心不稳 另一个原因就是那通电话 至于那通电话到底是谁打的 电影后面也有交代 看着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没了 大壮这下更猛了 估计他这辈子也没经历过 这么惊心动魄的一个下午 简单来说 就是秦迪死了 秦迪居然没死 秦迪居然又死了 经历了这一切 这下他也索性将错就错 把陈自立的包扔下了悬崖 回送后当做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第二天葬礼如期举行 丽琴烧完香准备送陈自立上山 可刚准备动身 他就接到了派出所打来的电话 电话那头说得很急 让他赶紧过去一趟 这边葬礼只能中途停止 大壮简单交代了一下 然后准备开车送丽琴过去 可丽琴一上车 就又看到了让他冷汗直冒的一幕 因为在车后座 他发现了陈自立的拐杖 这根拐杖也正好就是昨天陈自立放的 此时车里的氛围变得莫名诡异 但丽琴也没多说 两人静止来到派出所 而警察之所以急匆匆让他过来 就是来认理陈自立的尸体 民警告诉他 尸体是在咸人坡悬崖崖底下发现的 死亡时间是在昨天 那里像是事故多发地 经常有人识足坠崖 没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把尸体火化来领回家 从派出所里出来 丽琴觉得事情已经很清楚了 肯定是大壮想跟自己在一起 于是趁机杀死了陈自立 不过他自己本来就想让陈自立死 现在目的达成 而且还没啥损失 也就没打算告发大壮 不过下车时 他还是故意当面拿走了那根拐杖 大壮看到这一幕 心里估计是崩溃的 他现在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洗了 既然那具烧焦的尸体不是陈自立的 下午丽琴也把他又还回了村委会 不过这里还是有个小悬念 那具烧焦的尸体既然不是陈自立 那为什么在尸体旁又会有他的身份证呢 这一点电影后面也都会补齐 故事到这里这幅棺材也已经被换了两家了 可还是找不到施主 接下来电影将继续进入第三层 也就是揭开最后的真相 丽琴把棺材抬回来后又过了一天 此时村长正在家里收住卷 白虎的哥哥白国庆突然拿着烟酒进来 村长一见他也被吓了一大跳 注意这其实也是个细节 他之所以被吓了一大跳是有原因的 白国庆这边之事呜呜不好意思开口 说自己有个不情之情 导演在这并没有把两人完整的对话展现出来 还留了一个后半截 这就设置了一个悬念 白国庆平白无故为什么要见那具烧焦的尸体呢 接着镜头又来到了几天前 两个表情大汉闯到了白国庆家 手上拿了一堆欠条 说白虎在外面赌博欠了他们很多钱 现在逼着白国庆帮他弟弟还账 接着白虎这边终于亮相了 其实这大半年他一直在外面赌钱 这天他又输了 把身份证压在了赌场 所以前面两人就是按照身份证上的地址 找到了白国庆家 另外注意看这里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白虎在借钱时突然流了鼻血 他还说这是老毛病了 导演之所以加上这个细节 其实可能是暗示了白虎身体一直有病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那天晚上在小树林时 他被综药轻轻一推就当场毙命 经过一夜熬战 白虎刚借的钱又输光了 第二天一早他从赌场里出来 正好碰到了陈自立带着小三在吃早点 他赶紧上去蹭了一笼包子 可就在陈自立结账时 白虎也就此描上了他的钱包 而在钱包最外层 正好就放着陈自立的身份证 付完钱陈自立离开 白虎也趁机赶紧尾随其后 讲到这里也就解释了那具尸体上 为什么会有陈自立的身份证 因为他的钱包被白虎偷走了 而白虎自己的身份证又被压在了赌场老板那里 所以尸体身上的身份证只有一张 就是陈自立的 现在烧焦的尸体肯定就是白虎了 那他是被谁烧的呢 接下来一个关键人物入场了 他就是前面一直戏分不多的村长 电影也将从他的视角 补齐整个故事的全貌 时间再次回到小树林约会的那一晚 待晚村长和两个哥们喝得醉醺醺的回家 路过小树林时 他突然想方便一下让两人先走 可在迷迷糊糊中 他听见树林里传来的争吵声 定睛一看 眼前居然是自己的儿子 宗耀和村里的白虎 两人一番拉扯后 很快也没了动静 宗耀已拉着黄欢匆忙离开 儿子走后 他马上赶了过去 可这时才发现 原来白虎已经死了 村长此刻心里是崩溃的 他本来只是想来小树林方便一下 可阴差阳错 居然亲眼目睹儿子就这么成了杀人犯 现在儿子跑了 但尸体不能就这么放着 思来想去 他脑子里浮出了一招 其实也和当初王宝山想了一样 近几年 村里烧荒年年死人 不如一把火把尸体点了 再伪装成是白虎自己喝醉了酒 烟头落在草堆上 最后把自己给烧死了 说干就干 就这样 他把白虎的尸体拖到了一旁的草地上 然后拿起打火机 点燃了草堆 为了不引起怀疑 其实后路他也已经想好了 因为赵快姐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点出来晨练 到时候他就装作巧遇 然后借着晨练的机会 让赵快姐首先发现尸体 计划好了一切 半夜他回到了家 看了看表 发现还能休息几个小时 然后就坐在沙发上睡着了 可等他一觉醒来 不用他去找赵快姐 赵快姐自己已经找上了门来 故事到这里就和前面介绍了 因为昨晚黄欢跟着中央跑了 一夜没回家 而且手机也关机 黄家人准备去亲戚家照时 就在路边发现了这具烧焦的尸体 黄家人自然就以为 这肯定是黄欢 再后来 黄欢的可能性排除 大家都说是陈自立 棺材又被送到了立琴家 所有人都以为 这次肯定是稳了 但这时也只有村长知道 棺材里装的肯定不是陈自立 因为发事情越闹越大 惊动了警察 在葬礼的前一天 他在立琴家门口 给陈自立打了一个电话 而一切就是这么的神奇 也恰恰就是这个电话 让陈自立从悬崖上摔了下去 喂 陈自立 你等等 等等 千万得过啊 哎说话 哎哎哎 陈自立接完电话就死了 但这时电话这头的村长完全不知道 他觉得棺材就这么摆在村里 万一要是惊动了警察过来查案 那就麻烦了 思来想去 他决定要干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又是一个月黑风告夜 趁着大家都睡了 他把棺材里的尸体悄悄偷了出来 因为这样 就算警察来了 找不到尸体也死无对证 就这么一句臭气熏天的尸体 把它藏在哪儿是个问题 这里导演没迷说 而是在第二天一早 把镜头对准了猪圈的水泥地 这个特写让人不寒而栗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白国庆突然进来时 村长当时被吓了一大跳 因为他正在修的猪圈水泥地里 就埋着白国庆的弟弟 白虎的尸体 另一边 之前来要账的两人 也再次来到了白国庆家 这回两人下了最后通牒 明天要是再拿不出钱 或者交不住白虎 就把他家房子给点了 白国庆吓得够呛 可以确实没辙 这时他老婆 悄悄给他支了一招 故事讲到这 也就连上了白国庆和村长对话的后半段 他老婆这招说起来也很简单 就是把尸体借过来 然后假装里面的人是白虎 再把葬礼一办 等明天要涨的来了 一看人都死了 估计也就不会再追究了 点子想的挺好 可白国庆怎么也不会想到 他要借的那具尸体 其实还真就是他弟弟白虎 而且此时尸体并不在棺材里 而是正在他的眼前 村长听他说完 估计也要崩溃了 昨晚为了吃奶的劲 刚买进去 这下又要一除他挖开 转眼到了第二天 白虎的葬礼如期举行 棺材缓缓抬出村外 此时王宝山已经和媳妇和好了 大壮正在家里拿着 被丽琴拒绝的新手势 暗自身上 而丽琴也正在埋着 丈夫全自立的骨灰盒 每个人都心事重重 也几乎没有人知道 事情完整的真相 但折腾了这么一大圈 这场一口棺材换三家的闹剧 终于要暂时收场了 因为的确也不会再有主家 来认领这具无名石 棺材抬出村口 说今天过来要债的两人 也果然来了 见尸躲债这招确实揍了响 两人闹了一番之后 便没有再折腾 此时尽头 也正好连上了 棕杨回村的那一天 那天他本来是准备回村 看看父母就去自首的 却意外见到了 这阴差阳错的一幕 此时的棕杨还是懵的 他绝对想破了头也猜不到 在他逃到县城 这短短几天时间 整件事就像迷宫一般千回百转 这场葬礼 也举行的如此正确 又如此荒诞 不过故事到这里 还并没有结束 纵杨回到家 母亲告诉他 父亲今天已经去镇上 辞去了村长的职务 而在客厅里 他发现那些宝贝勋章 也已经被父亲收了起来 隐隐中 他似乎明白了什么 凌晨半晚 村长已经从镇上 垂头丧气的回了家 可他走到半路上 又发现了让他崩溃的一幕 原来那口棺材 还被放在山坡上 根本没有下葬 因为白国庆觉得 那具尸体是外人 不能把他埋在自己家的祖坟 此时的村长 估计想死的心都有了 从白国庆家离开后 他又马上去了坟地 而另一边 宗耀也已经到了坟地 眼前的棺材赫然摆在山坡之上 显得格外扎眼 等他一抬头 父亲也已经走了过来 此时 天色阴沉 夜幕似合 父子俩四目相对的那一刻 宗耀尽管还不清楚事情的全貌 但父亲为自己的付出 已经全部明白 另一边 黄欢其实也正远远站在坟地的一侧 接着他从手里 拿出了那枚丢失的红色奖章 其实这枚奖章 当初他在宾馆时就发现了 因为他当时不想跟宗耀一起跑路 而是想让宗耀觉得奖章 丢在了案发现场 迫使他回来自首 所以就把他一直藏在了自己身上 但如今事已至此 这枚奖章再没有任何意义 反而像石头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于是他蹲下了身子 把他小心地埋在了地下 前后五天 两条人命 这个神奇故事的结局已经知晓 但整起事件更值得玩味的其实是他的起因 接着镜头再次回到了案发当天的上午 说起来显得荒诞 这场悲剧之所以诞生 最开始其实只是因为一个闺蜜之间的电话 如果没有闺蜜这么一问 也没有黄欢灵机一动想出来的假怀孕这一招 可能后面的事情都不会发生 不过这个结局最神奇的地方还依然不在这 而是在闺蜜刚刚挂完电话之后 为他们这个小心思最后埋单的白虎居然也出现了 这场离奇事故最初的因与最后的果 在这一刻完美相遇 而且他们那天去的恰恰就是 讲究因果轮回的寺庙 接着白虎走进庙门 到菩萨面前烧了一束香 故事也在这一刻缓缓结束 《戏迷宫》是新玉坤导演在2014年的作品 尽管电影成本少得可怜 灯光摄影幅花道都非常简陋 而写片中的一大半还都是非专业演员 但毫不夸张地说 就靠着这样极端简陋的条件 《星导丹》凭借这个巨牛叉的剧本 硬是拍出了近十几年来 中国最好的国产犯罪悬疑片 个人觉得没有质疑 一个好的悬疑剧本 首先要让观众觉得意想不到 但反应过来后 又会觉得整个故事的走向确实合情合理 《星明宫》的奇妙之处就在于此 一口棺材换三家 一开始估计怎么看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但仔细想想就会发现 其实事情进展的每一步 都完美契合片中人物的心理动机 所有人都在按照自己的角度和利益 把事情往前推进 而最后就导致出了一个荒诞的结果 以上聊的都是剧本等硬件方面的 但《星明宫》的好 除了讲出了一个让人贪为观止的故事外 还在于在这个故事中 所反映出来的每个人奇觉古怪的人性 《星明宫》的主题 其实讲的是压在我们心底的那块石头 片中每个人都有自己心里的石头 黄欢想拴住宗耀 所以假装怀孕 因为不愿意跟宗耀一起亡命天涯 所以又私藏了勋章 大壮因为想得到利勤 所以在陈自立坠牙后 他扔掉了皮包 假装从没见过 而利勤本身就一直想让陈自立死 所以他没有去告发大壮 白国庆想赖掉弟弟的赌债 所以跑去村长家借尸体 而村长想抱儿子夺过法律的制裁 所以一把火烧了尸体 放眼望去 全片中几乎所有人都有着见不得光的私欲 这些私欲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不会显露出来 可当黄欢与闺蜜打完那个电话之后 一切也如同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一般 每个人内心的贪嗔痴 都开始被那句无名诗激发的淋漓尽致 就像片中有个反复出现的细节 就是每家的电视里永远放着黑猩猩的画面 这也就是我们体内兽性的象征 片中的每一个人就像这些黑猩猩一样 犹如一头头被锁在荧幕中 故事里的捆兽 另外如果我们注意看 电影的色调暗沉 而且有大量的情节都发生在晚上 这其实也对应了每个人的心理状态 这是一个太阳缺席的故事 因为一旦阳光猛烈 万物就将显出原形 所以讲到最后 这个故事之所以如此离奇诡诀 正是因为人性无解般的复杂 想要走向达官 抵达通透 这可能是我们一生都完不成的功课 但就如同天文学家探索黑洞 生物学家研究细胞 文艺作品的意义便在于洞悉人心 可能毕生无果 但一定也会有后来者 继承这份艰深的事业 当然既然人心终究难测 红尘也永远看不破 作为一个普通人 那倒也不是没有解决之道 因为除了黑猩猩以外 其实片中还有一个画面也经常出现 那就是佛 比如大壮在目睹陈自立坠牙后 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拜佛 村长半夜把尸体偷回来 准备埋进猪圈时 走到客厅也同样是盯着佛像 以及最关键的 电影的开头和结尾 其实是相互印的 开头时是立琴在烧香拜佛 而结尾时拜佛的人则是白虎 在佛眼中万物并不纠缠 皆有笔直的因果 我们悄悄坐下的所有恶 最后也都会因为佛看见了我 而需要用自责与提心吊胆来偿还 就像即便能逃得过法律一时的追捕 也一定逃不过良心的谴责 不过终归到底 佛的悲悯之处 还是在于他的宽容与救赎 人性复杂已是既定事实 但只要我们对人性中的业障 真心忏悔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心中的石头 总有一天终能放下 每一位被红尘羁绊的相克 也都能坐上彼岸的莲花 好啦 今天就说到这 感谢大家多多支持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大下方一世 除了视频解说之外 我还会在公众号上整理一些图文 每期视频的结尾点评文案 也会发在微信公众号上 快点扫码关注 支持我吧 拜拜 拜拜